录 aha 蔬食豪主義 美味有創意 哥菩薩阿彌陀佛 歡迎收看 今天的蔬食好主义 根据美国饮食协会和 加拿大国家营养专家表示 正确的素食饮食 能够给人生每个阶段 都能够涉及到适当的营养 包含怀孕的护女 哺乳的护女等等 感谢这些研究人员们 长期的努力 让我们了解人体所需 确保吃素食一件又简单 又充足营养的饮食 而在台湾素食的选择 也大大的增加 食物的品质也越来越好 只要美食当前 谁还会在意里面有没有加肉呢 那再下来我们看节目 一起来看看今天所准备的美食 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 这一道美食 叫做梅干油门苦瓜 这个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里面有哪些菜呢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食材 最重要苦瓜 苦瓜 苦瓜真的很棒 要退火什么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是梅干 梅干菜 那这个是胡菜 香菇 干香菇 一点那个红姜 还有这个是老姜 一定要老姜哦 所以老姜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很好吃的 梅干油门苦瓜 看看调味要有哪些 这些通通不加 那个其他鲜菇粉 盐 还有这个是冰糖 橄榄油 一点酱油 这样就可以 这样会做出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油门 梅干苦瓜 大家好 这一次呢 我邀请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素食达人 家贵师姐 阿弥陀佛 说实好主意美食达人 邱家贵老师 经营台北知名素食餐厅 全场21年的中华料理烹饪经验 真的很棒 非常棒 找了很久才找到我的理想出现了 来 我告诉大家你的拿手菜之一而已 很多很多拿手菜之一 简单又好做又好吃 今天我们先 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做油门苦瓜 油门苦瓜 一般都是用一种胡菜就可以 那我们今天做两种 就是一个梅干跟那个啪菜 然后两个混搭一起 梅干它很比较容易软 那啪菜比较脆 所以两个搭一起非常的好吃 好我们赶快来做 然后这边苦瓜可以买到比较大的 比较米粒比较大 它就不会很苦 然后很好吃 对哦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籽先挖掉 来 先挖掉没关系 那里面有汤匙来我帮忙挖 来 我来我帮忙挖 让你帮忙做 好来 它这个已经很快就挖好了 好 挖好的给你 来 OK 好 应该一个就够了吧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好 一个就好 先一个 然后我们先把它剖拌 剖拌 照它的顺序剖拌 因为我们大一点煮起来比较耐煮 它时间可以煮比较久 比较入味 好 所以我们把它这么大的把它切成六块 要切成大块的哦 对 我们先把食材准备好 然后我们再来准备这个 我们先用姜爆香 爆香 好 姜我们是买老姜 一定要老姜对不对 老姜它的浓度比较香 像我买的这个老姜完全没有泡药的 我们要做健康的食材 然后我们做了这么少的东西 应该六片就够了 也不用太多了 不要太多 然后食材已经弄好 对 然后我们再来切一些香菇 香菇给它泡软 泡软 你已经切好一些了 我也有一些切好了 这样就可以 大家就知道怎么办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梅干 把它切断 好 也是 也是有一些都切好了 对 没关系 我们先用这个 你切一个给大家看看 切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洗的时候要脱开 这个还蛮洗 要洗很久 很干净 然后你不要泡太久 对 泡太久 味道就香味就没了 所以只能泡得刚刚好 一般这个再泡差不多15分就好 差不多啦 然后我们把它切断 因为切断它等一下在夹的时候 才不会很长 对 把它切断 那切断的时候 应该这些东西不够 不会很多 所以就不用这么多了 好 我们自己拿捏 看你们喜欢梅干多一点 还是果干多一点 就放多一点 有的人很喜欢这种菜 那这个也都洗好了 就可以直接 再切细一点 切细 这个因为会比较硬 对 所以就先把它切细 对 但是这种菜都洗的时候要比较注意 要把叶子都摊开 对 不然就会刷 因为它在做的时候 在晒太阳的时候都没有洗过 都用烘焙刷 对 烘焙刷 什么也好 所以一定要摊开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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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OK 而且这样切完的时候 我们把它对开 对它才不会很长 对 OK 好 那我们的食材 目前就是香菇 姜 老姜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盘式 所以我们用一点颜色 把它带进来 对 颜色就是红姜 对 它很有营养 然后颜色也很好看 对 才不会一颗黑色 对 因为这道菜 它会属于比较 比较深色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示范 好 可以 好 首先先把油放进去 好 一般苦瓜都会一些 会用炸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是尽量不用炸的 尽量不用炸 所以我们油也要够 所以今天这样子的量 我们先把那个 油应该要放的差不多要6汤匙 因为苦瓜跟这个梅干菜 没有油是煮不出来 但是我们用好的油没差 我们不要去浸过对不对 我们用炒的就好 对 好 我们首先先把那个姜 姜片放进去 先把它炒香 好 都可以 这边也都可以 那这个好了 它那个铲子 我们先把它炒 炒得很香以后 然后再来 苦瓜 等火很热的时候 苦瓜再加进去 因为苦瓜它要让它的外皮 会脆 有一点脆 所以这一道菜的时间 就是先把它爆好 然后你可以煮量多一点 然后给它分装 分着两三碗 那以后就不用说 煮一这一道菜 时间会花得这么多 真的是 加我们这个煮菜的蜜 不用每天都煮这一道菜 对 而且这种菜 对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 这道菜是很传统菜 而且很下饭 很喜欢米饭 拌这个 很下饭 老人家也很喜欢 那现在年轻人 有的人不敢吃苦瓜 我们这样做法 已经好多人都接受 这样子的苦瓜 对 尤其 因为它会甘 它会甘甜甘甜 对 现在油温有一点热的 然后我们就把苦瓜放进去 好 好 通常有很多人是用炸的 对 一般都是用炸的 他做行李 他想快啊 对 他想快就好了 对 那我们是 我们家里不希望有很多那种 油炸过的那个回锅油太多 太多不好处理 对 我们就稍微把它煎一下 像煎的一样 对 这样就好了 就是时间要够 要做到那个 有一点焦黄焦黄 对 你餐厅都这么做吗 餐厅有时候像我们餐厅会用炸的 因为我们的油 我们的油很快就用完了 一天里面就可以用完了 好 好 好 这样差不多了 锅子可以不用这么浅 也可以深一点的 然后它的油就可以用少 对 然后它就会比较容易很快 对 因为这边用的东西有限 所以我们这将就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你看也很漂亮就好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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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还可以 好 那我们要把这个放进去 是不是 对 要不要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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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泡菜很香哦 很香 对你选择的这个泡菜真的是非常地香 这个泡菜 这一般的好像不大一样 这选食材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它这个泡菜哦 都搭梅干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很不错 我今天都学到可以两种加在一起 我以前都是 一般都用一种而已 一种 对 一种它口味不一样 对 梅干有梅干的香味 对 然后泡菜泡菜的脆度 对 然后你两个融入在一起 它们两个会很好 对 对 因为梅干干干干干干干 Bog花 所以泡菜雪 对 下地 对 因為它本身這邊已經有吸油了 所以油這樣就夠了 盡量把今天用的油都把它用完 不要讓油再純粒等就對了 像現在這邊都脆度也夠了 這邊香度也夠 那爆香的香也都老了 然後這個香菇也都香了 然後我們就先加一點 我們今天的 我們醬油不要加太多 它會很黑 因為它本身是黑的 但是你沒有醬油它不夠於香度 這一個是比較傳統的菜 所以我們醬油至少要一湯匙 把它淋上去 那香度都起來 然後我們用冰糖 我們就直接用冰糖 因為苦瓜會苦 真的會 它才會鹹 所以不能很多醬油 那糖一定要加的 一定要三個 因為它量 它才的量很多 然後我們把它炒香以後 炒香以後 我們用炒的 把它炒的都那個糖的味道 都焦糖的 然後那個醬油香度都夠了 然後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高湯把它加下去 這都煎到焦焦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今天就拿著高湯 看你的量有多少 你自己 一般是 量這麼多的話 應該要三、四、四個 三個應該太小一點 然後我們小火 小火去煮它 那家裡有蓋子的話 最好是用蓋子 最好是用蓋子 用蓋子 它水會比較 比較不一樣 不會馬上乾掉 然後我們就把它燜住 燜住以後 那快好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的顏色帶進來 我們顏色帶進來 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對 因為它等一下要擺在上面很好看 所以就不用攪進去了 好 好 這個這麼簡單的菜 又這麼健康 很傳統 因為很多老人家 也很喜歡吃到古時候的菜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它這個菜帶進來 謝謝各位 這樣子大概要煮多久 這樣子我是燜差不多30分 所以你要小火 然後要蓋蓋子 這樣想慢慢慢慢的 其實我要煮過 用燉鍋 燉起來很香 對 都可以 如果有老人家 你有燉鍋的話 放在燉鍋裡面 燉得有夠香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是等時間 這樣就是完畢 但是要等30分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先做好的一盤 在這邊 我們把它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 來 這個就是油燜苦瓜的成品 已經在這裡 大家看看 你看看 很好吃又好做 試試看 梅乾油燜苦瓜 食材 苦瓜 梅乾菜 福菜 乾香菇 紅椒 老薑 調味料 鹽 冰糖 橄欖油 醬油 做法 一 苦瓜 切拌後 薑子挖掉 再剖拌 切成塊狀備用 老薑切薄片備用 梅乾菜 紅椒 切斷備用 佛菜 切細備用 二 起油鍋 放入薑片爆香 再放入苦瓜 煎至表皮 有些焦黃後 加入梅乾 與佛菜 一同拌炒 三 調味 加入一匙醬油 三匙糖 炒香 一份量加入高湯 最後再放入紅椒 小火燜煮三十分鐘即完成 來 接下來要為各位觀眾介紹的另一道菜叫做乾燒土豆 一個土豆在這邊 我們土豆不要買那種 還沒煮過 買這種熟的 比較快 比較快 那你買生的當然也可以 你自己煮熟再來乾燒也可以 那很簡單這個八角 小黃瓜 紅蘿蔔 老薑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很好吃的乾燒土豆 好調味料呢 橄欖油 冰糖 一點醬油膏 一點 這個一般淡的醬油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這一道菜全部的材料 大家好 家貴師姐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很開心看到他就很開心 來試問我們得出的和平常拿手菜 來 我們要試問這道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的就是古早味的滷土豆 乾燒土豆 我們就把它滷一滷 滷到沒有水叫做乾燒 對 那時間上也要有一點時間 那我們現在先來示範 就是說 我們的土豆 我們先把它汆燙 那你買那個熟的 它會比較快 你買生的還要再泡一個晚上 所以我們就買這個 熟的 熟的就比較快 然後我們首先先把這個 土豆汆好 把它 先把它汆燙 好 換汆燙 那利用在汆燙的時間 趕快來切 是不是 我們來切個菜 好 來 我們因為要有色彩 所以變成說 我們先來用紅蘿蔔色色 那首先我們先切薑片 那薑片有些都是切好的 那薑片切好它要滷 因為我們吃素 盡量有一些薑 幫我們 尤其老薑 對 它幫我們提味 而且對我們身體有幫助 因為我們有些菜都會比較冷 像紅蘿蔔啦 一些菜 菜頭啦 白菜都是很冷的菜 所以我們用薑會比較有 那我們今天土豆我們是買一斤 那一條紅蘿蔔 顏色帶進來很漂亮 一條會不會太多 看啦 有的人喜歡土豆多 有的人喜歡蔬菜多 都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歡 好 那我們今天先做半條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一樣是要汆燙 那因為它太燙的時間 我們一起 一起燙就可以 然後我們先把它切丁 因為那個土豆是圓圓小小的 那我們盡量把紅蘿蔔也是一樣 把它切得圓圓小小的 丁對丁 對 這樣比較好看 然後顏色也比較健康 對 那我們紅蘿蔔也不要切太小 對 太小它紅蘿蔔比較快 那個紅蘿蔔的那個燙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 那我們這邊切丁的話 我們先切片 好 然後再切條 對 然後條狀 我們把它切了 切好了 然後再切丁 好 我們不買現成的 我們自己做就可以了 因為現成的 平均都燙了都熟了 再做第二次 有時候會比較顏色 比較不好 那麼好看 好 那我們原則上就是 這邊有一斤 所以它量蠻多的 所以變成說 我們先把這個 半條也應該夠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我們主題是土豆嘛 對 所以不要比土豆多就不好了 好 那我們利用在煮的時間 因為土豆它時間上 所以土豆已經快滾了 已經快滾了 因為它本身就熟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這個 紅蘿蔔也放下去 用汆燙的 對 一直汆燙 讓它軟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來 再來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來切小黃瓜 小黃瓜 那我們今天小黃瓜 要有一條 顏色才帶得夠 好 那小黃瓜一樣是切丁 今天菜又貴又少 台湖過後還沒恢復 小黃瓜新鮮的 就那個小黃瓜的那種 菜的味道很香 對 它的營養很好 所以每一道菜最主要是 要有均衡的營養 所以我們都不是只有一種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開火了吧 對 我們現在這邊也在煮的 這邊也差不多 我們小火 那我們利用在 好 在等它的時候 我們先爆 那這道菜油不用很多 因為是用乾燒 對 所以我都提倡 我本身平常就是少油 少油 少油 不吃加工品 對 也不做什麼 也不加味素 都不加 所以只靠食材的 本身的健康 對 所以我們就是先用 這個一定要用好的八角去爆它 像一斤 我們差不多可以 這邊全部下 因為它量多 它會很香 大概十顆 十二顆左右 對 都可以 它好的食材它會很香 那因為這種東西 這邊在煮 這個是 它軟 更軟的時候 老人家 小孩 吃的就會比較好 好 那人間人脆也可以 對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它再繼續煮 爆我們的 爆我們的那個 那個 爆我們的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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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等一下這個 八角要撈掉嗎 沒有 沒有 我們直接泡著 我們在挑土豆的時候 直接吃 我們就不把它拿來吃 所以它泡的會很香 那也可以 不用拿掉 然後爆這種東西的時候 八角它不能太大火 那如果太大火 它會苦 而且它還會 還會有一點 焦味 然後有的人不敢吃那個焦味 所以我們要小火的爆它 好 所以我們火開小一點 對 這個很愛 這個八角的味道 都已經慢慢的已經 把它釋放出來 把它釋放出來的時候 對 我們這邊就用個東西 把它沾過來 好 來我給你拿 來 沾在這裡 謝謝 像這個可以關火 好 然後把這個 通通沾沾過來 你看 它剛好顏色也可以 好 那我幫你這邊 因為我們很少油 對 所以變成說 很少 這樣子 因為吃素大家都認為說 太油了 要油一點才不會餓 其實你要吃最健康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 已經有香了 我們先把土豆加下去 然後我們加一點調味 好 你們調味就是 醬油 一湯匙就好了 那你 多了一個紅蘿蔔 所以你還要再一湯匙 就這樣子 我們盡量調味吃 不吃很多 對 一斤土豆 一湯匙的醬油就好了 就可以 因為我們也不要吃很多的 對 調味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加一點 鹽 鹽 鹽 這個是冰糖 這個是冰糖 因為你醬油 一定要配冰糖一下 我們冰糖不多 我們不要吃太甜 因為這個本身它有甜味 我們一匙的糖就好了 這樣子都非常鹽味 好 我做的菜就是提倡 鹽味 鹽味 鹽汁鹽味 鹽味 然後這個 這個要燒到乾 所以我們要讓它有一點入味 我們要加一湯匙的高湯 讓它融入 融入都在一起 能夠把那個味道都吸進去 對 都吸在一起 好 那我們現在來加一點高湯 其實已經都熟了啦 只是要把味道 要燒到 味道燒到 對 OK 好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土豆醬子 已經都有軟了 至少也要燒了十分鐘 那有啦 十分鐘 才會入味 它才會入味 好 等它在燒的時候 像這個薑都已經有香味 對 然後我們加一點 醬油膏 醬油膏 或是蠔油都可以 看你家裡方便什麼 我們這個 加這個意思就是 要它亮亮的 對 顏色 不是水水的 然後我們就加一匙就夠了 我們不吃太多調味 好 醬是很淡的 醬是很淡的 醬起來不會味道很濃 對 但是醬子吃起來 你會吃一大碗 如果你是調味很多的 你會吃一點點 所以我們吃了很多的食物 吃健康的食物 就會能量好 身體好 對 就不會一直吃 都在吃調味 那這一道菜這樣子 油油亮亮的 把它都燒到都乾了 都沒有水分 剛才的都好了時候 那呈現要出來的時候 再把這個綠色的加下去 小黃瓜再加下去 對 小黃瓜加下去 那小黃瓜加下去 它就會 很快就熟了 很快 所以我們 這個這麼簡單的 古早味的 乾燒的 而且你看了 這個花生是 真的漂亮 亮亮的 對 我們就是調味少 那這種 這個古代好的東西 不要失傳 對啊 所以就由我們家規師姐來 我們傳下去 好吃又少油又少鹽 對不對 盡量 愛地球 我們有責任 對 謝謝 不會 顏色就帶進來了 好 好 好 這樣這個色香味又 你看看又有好幾種 加起來有好幾種 對 有好幾種菜 煮一種就好幾種 差不多了 時間也差不多夠了 這是一道非常簡單的古早味 對 好 很久你沒做 我都不記得有這道菜 太久沒做了 再多一點 這一道 這個乳花生是不是 對 滷頭刀 滷頭刀 乾燒的 完全都是乾燒 滷得沒有湯 對 好 這一道已經完成了 我想你回想一下 給你老奶奶 媽媽 回顧一下 很好喔 乾燒土豆 食材 手土豆 八角 小黃瓜 紅蘿蔔 老薑 調味料 橄欖油 鹽 醬油膏 淡醬油 做法 一 先將熟土豆 放入鍋中 汆燙備用 二 準備好薑片備用 紅蘿蔔切丁後 放入鍋中 一起汆燙 三 小黃瓜 切丁備用 起油鍋後 放入薑片 和八角爆香 再將汆燙好的土豆 與紅蘿蔔瀝乾 一起拌炒 四 加一 至兩匙醬油 不加鹽 改加一小匙 冰糖調味 加一匙高湯 燒至十分鐘 更加入味 再加少許醬油膏調色 五 最後再放入小黃瓜 快炒一下即可完成 小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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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瓜